好 接下來的單元 我們今天來看看 在韓國的總統蒲警惠上任之後 未來韓國的新的政經情勢 另外一個我們也看到 台灣一直以來都當成 非常重要的頭痛的對手 三星未來的新變化 今天我們再度邀請到 電子時報黃慶勇社長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慶勇兄好 你好 慶勇兄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好 這個是國人非常關注的 就是韓國新任的總統 蒲警惠在上個禮拜 他正式就任韓國的新的總統 那麼他在就職當中 大概有幾個重點 他再創韓國的奇蹟 實現國民幸福 另外耶穌財團扶持中小企業 再來第三個是打造創意經濟 從製造業轉向技術性的產業 第四個是實現競爭承諾 跟平壤當局建立一個復興的關係 第五項是呼籲北韓放棄核武 大致上這幾項大家要比較關注就是 李明博過去五年是讓三星這些大的財團 不斷的創造更高的競爭力 也讓日本一直感覺到吃不消 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 普錦會上台之後 他的未來的政策變化 跟扶持財團的政策 他好像大家感覺到 他這個是扶持中小企業 那大家會感覺說 他會不會跟李明博 在過去五年的政績 跟他的定位會有所不同 慶尤先生怎麼看 首先當韓國人在說 我們要扶持中小企業 這件事情如果一直在講的話 你們聽聽就算了 但是因為它是牽涉到整個韓國國家結構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也都了解 韓國本身碰到的問題 就是它的財政的結構 我以前在節目裡面也談過 就是說韓國的外債是超過4000億美金的 它的短期外債是超過30% 現在大概31%左右 所以他們每一個月必須要償還的外債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必須用最好的方法把錢賺進來 然後再還那些短期的外債 好 那現在回來問題就是大企業的獲利率 遠遠高於中小企業 所以它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我到底要把多少百分比的國家資源 放在大企業身上 多少百分比放在中小企業身上 除非韓國的財政結構有一定程度的改變 否則這個事情並不... 它還是高負債 它是一個高負債的狀況 槓桿很大 其實我們在台灣我們都知道說 台灣的國家負債也嚴重 但是我們的國家負債可能只有 我們的GDP大概百分之百上下 但是韓國是2.33 其實台灣跟韓國是兩個很容易對比的國家 這跟歐債差不多 跟希臘還... 我想金貴兄是專家 您一講就知道 台灣的GDP不到五千億美金 那韓國是我們的2.1倍 就是它的人均所得比我們差不多一千多塊美金 那它們的人口比我們多2.1倍 所以它的GDP總值大概1兆美金 所以1兆美金你把它乘以2.33倍 您大概就可以知道 韓國的外債大概將近2.5兆美金 那美國的外債多少 美國有國債中 它大概16兆對不對 但是美國可以發行美鈔 韓國不行 對 韓國的金融結構跟條件是不能跟美國對比的 但是它的情況是其實非常的嚴重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看到韓國腿都軟了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各位看一下 2008年年底的時候 韓國的總外債是3174億美金 到了去年的第三季底的時候 是4194億美金 換句話說 過去四五年當中 韓國的GDP雖然有成長 外債也增加 韓國的出口也成長 但是它有貿易盈餘 但是它外債卻增加了1,020億美金 這什麼意思呢 韓國的財政結構 還沒有到達一個平衡的狀態 所以短期間之內 他說要挪很多的資源 去培養中小企業 這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那你說它有沒有進展 它的確有進展 譬如說您知道NHN 什麼LINE這些軟體 在韓國在日本都做得很好 它在台灣也有一定的成績 我們不能說它做得不好 譬如說它的文創產業 有很多台灣值得學習的地方 但整體來講 要整個大結構的改變 我覺得是很困難 但反而是過去10年 我們不要只講李明博 李明博在前面的5年 盧武炫 盧武炫 你可以看到這10年來 韓國是用方法在改變它的國家 其實在韓國的公共論壇 我這趟韓國總統大選 我去了9天 我帶了10個主管 一起到韓國 我們一方面旅行 一方面考察 我就去看它的總統大選 其實第一天我到的時候 我就很驚訝 因為我住的旅館離青瓦台很近 我就晚上出去散步 大概零下三四度 但是您知道嗎 文在寅的造勢場子大概有幾萬人 我看到幾個信號 也可以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第一個 五六萬人的場子 居然室內的巴士可以穿梭而過 就意思是秩序非常好 第二個我也看到文在寅的支持者 都穿了鵝黃色的外套 然後在喊口號的時候是非常有秩序的 他們不是被動員了 是因為他們認同文在寅的政策戰略等等 所以他們參加 再來一個 第三個 離清華來前面有一個廣場 跟我們的凱達戈蘭道道很像 他就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在隔壁的街道 大概50米的街道 第二個街道 平行的街道 有個圓環嘛 對 他有另外一個平行的街道 平行的街道 那個街頭上走的人 就跟平常一樣 完全沒有兩樣 您剛才談到的圓環 是韓國首爾市政府 市政府前面有個廣場 他到了冬天的時候 他就會鋪上兵 然後讓小孩子去他們去溜兵 那一天五六萬人在造勢 但是他前面兩百米的地方 居然有當地的十幾歲的小孩 在他們溜兵 沒有人會擔心安全的問題 所以韓國這個國家 我們現在看這個國家 我覺得他們在政治的對立上面 雖然存在 而且甚至說不定比台灣更嚴重 但是他們用方法來面對問題 而不是大家一味的相互仇視 或者是對罵 韓國也有一定的問題 但是理論上 我認為他們政治的成熟度 在過去的十年比台灣進步很多 再來一個就是說 他的國家制度是完整的 相對我們來講是完整的 我們到底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我們還有很多的爭議 但韓國很清楚是總統制 我們是絕對總統制 像在台灣 跟他的總統制 台灣我們通常 譬如說我們有跨部會的政務委員 譬如說某一個政務委員管科技的 他要協調衛生署 他要協調經濟部 他要協調國科會 如果有工作要協調 就這個人在協調 另外內政部可能另外一個協調 嚴考為另外一個協調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政務委員 但是韓國是全部只屬於總統府 韓國的總統府 清華台的普行會總統底下 他會有九個首席 所謂國防首席 科技首席 經濟首席 每一個首席就負責一個方選 所以總理是負責執行沒有錯 但是總統本身有很多的職權跟資源可以運用 如果你回到我們的總統府 可能我們沒有這樣的系統 所以我們要要求總統這個也要懂 那個也要懂 或每件事情都要參與 在台灣是比較困難 但是韓國的整個組織的結構裡面 他是容許或者有這個能力 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韓國在整個科技政策的改變上面 是有很大的改變 會有很大的改變 再來一個就是說 他把過去的知識經濟部 現在改為未來創造科學部 那未來創造科學部 他現在負責的部長是副總理間的 那在未來創造科學部 他底下又分兩個 一個叫CIO 一個是CTO 就次長級的 那一個是管科技的應用 一個是管科技的發展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 我們要把桃園機場 變成一個智慧型的程式 這個就是科技的應用 他不需要再研發性的東西 但是他是要導入很多的 譬如說智能交通 智慧建築 綠建築等等 這個是一個應用的計畫 但是技術的發展 譬如說我們要從28奈米 進到14奈米 進到10奈米 這個就是技術的發展 這是CTO 或者是智慧型的 走機的發展 技術發展 這個是技術的管料在管 那應用的管料 是另外一個管料 我們兩個是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今天看到 職車會的執行長是什麼背景 如果這個是應用的背景 所以你找了一個 懂電子的人 不見得管用 他可能要懂電腦系統的人 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台灣的組織結構 不能說NCC委員 找一個做過媒體的人 就可以當委員 這是兩件事情 你必須對總體的環境有了解 我們才能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過去很多的方法 譬如說中央社 找一個作家去當社長 這樣可行嗎 不見得可行 所以它是管理上的問題 這是我初步的一些看法 就是說 韓國在整個國家的 體系的運作上面 比台灣成熟 這是我個人認為說 從國家總體層面上面 台灣比較值得憂慮的地方 我想韓國的國家戰略 到目前為止 它始終非常清晰 所以在國際戰略上 其實我們現在 今天我們除了看這個 李明博時代落幕 普錦輝時代來臨之外 大家比較關切的 台灣一直把這個三星 作為一個最重要假想敵 而且三星大到讓台灣 都感到敬畏 所以今天我想要請教黃社長就說 我們現在看到三星這一次把這個總市值 拉高到一千八百多億美元之後 它已經跟美國這些IBM快要平起平坐了 那這樣的一個企業在亞洲 其實過去從來沒看過 所以以三星在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半導體 面板 在各種領域它幾乎都稱霸了情況之下 我們在過去在這一年已經看到 D4G開始 Apple已經有點走下坡了 那三星現在看起來力道還是滿強勁的 我們有看到一些破綻 看它未來在這一年當中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調整 我想台灣人談到三星的時候 都看到表面的數字 比如說三星在台灣推廣手機 三星的手機做得很好 我同意 第二個它可能給我們的經銷商很好的代價 所以經銷商也願意去推廣 HDG願不願意呢 其實全世界的品牌在自己的home market 就是你的母市場 國家的市場都要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期待說宏達店在台灣更努力一點 因為必須全世界的產品發表會 可以在倫敦 可以在紐約 但是不要忘了台北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個概念就是您剛才提到 三星現在到底有多大 我講三星電子不是三星集團 整個三星集團可能有四千多億美金了 三星電子去年的營業額是 一千八百八十幾億美金左右 但它的市值是多少 股票市場的市值去年年底是 兩千零七十五億美金 過兩千了 它破兩千了 那兩千零七十五億美金 占整個韓國多少 正好百分之二十 但是您知道第二名的公司是哪一家 現代汽車 現代汽車的市值只佔整個韓國的4.3% 所以您就知道這兩個落差很大 所以三星基本上是吃掉了韓國最好的資源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很多人聽到說 哇 它吃掉這麼多資源 它的GDP又是台灣的兩倍多 那我們有機會跟它競爭嗎 其實不要這樣想 福西或所以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或福相依 今天你利用這種方法去創造競爭力 你可能相對會有副作用 好 我們現在回來就是說 您知道三星的事業部門分成四大部門 第一個Display就是顯示設備 第二個半導體 第三個消費電子 第四個是什麼 IT and mobile 就是行動通信的部分 好 各位可能聽眾朋友大概不會這麼專業去注意到說 那三星的營業額裡面哪一個最強 哪一個最大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三星的營業額裡面 手機跟電腦的部門 大概占總營業額將近60% 它現在最大 一半以上 那個獲利占了將近70%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過去三星是過去幾年 它最大是半導體 最近兩三年成長最快的其實是手機 但是問題來了 我就說手機過去幾年是智慧型的手機快速的成長 每一年去年45.6% 在前面呢 六七十個percent 甚至更高的成長 今年會降到三成 今年會只有30% 好 那今年只有降到30%的時候 三星的成長會不會受到壓力 會 因為它的比例它已經占了全世界30% 去年第四季 它大概占了31%左右 所以它的比例已經很高了 但是它的獲利也是來自手機部門 好 各位知道 面板跟半導體 它們都跟台灣有非常直接的競爭 但是面板跟半導體只佔它總營業額的14%左右 對 最後一個是消費電子 聽眾朋友可能 觀眾朋友可能知道 連續七年 三星的電視機的品牌 已經是 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名 它不是只有銷售量第一名 它的平均單價 它的規格都是世界第一 所以大家 觀眾朋友大家會想像一下 七年前 有一天有一個人告訴你 說你的電視機應該是LED背光的 對 好 慢慢開始 LED背光 3D的電視 現在又告訴你 智慧型的電視 Smart TV 就是要高速連結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要創造出來 現在是三星在定義全世界的電視機 好 所以我們現在回來 就算是它是定義全世界的電視機 但是三星的消費性電子部門 跟全世界的消費性電子 像Sony這些公司一樣 大部分都沒怎麼賺錢 對 消費電子的營益率 通常不到2% 對 所以它也很難期待有很高的成長 所以呢 三星現在整個成長的動能 是在智慧型的手機 因為它電腦也做不好 對 三星的電腦大概一年 比例型電腦一年賣個 一千兩三百萬台 但是您知道 韓國國內的電腦市場 大概七百多萬台 那三星佔了三分之二以上 對 所以扣掉韓國國內的 三星在全世界的銷售量 其實很少 很少 那您知道為什麼 它手機做得很好 電視機做得很好 它為什麼電腦做不好 對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商用電腦的市場 是HPDail高度掌握的 對 但是消費性的或家用的電腦 誰做得最好 台灣的宏基 華碩 還有大陸聯想 所以三星要從 這兩個勢力當中突圍 是非常困難的 這是整個 全世界系統化的問題 所以回過台說 如果智慧型的手機 在未來幾年 沒有好的成長的話 三星就會開始 面對成長的壓力 而智慧型手機 做得不好的話 它背後的半導體 面板 因為它現在最賺錢 像面板它真正賺 它是最早賺錢的 最近開始回來 回升油賺錢的 三星最快 那您知道它怎麼賺錢嗎 它是AM OLED AM OLED 中小尺寸可以 大尺寸還在未定之天 像我們的面板大廠 像友達的 彭窗浪彭總經理 他就說 今年4K乘2K 這個UHD的TV 超高解析度的電視機的面板 台灣這兩家公司 大概可以占到全世界80% 換句話說 這一塊4K乘2K的 台灣跑得比較快 那三星現在要快速跟上 它可能會對我們造成威脅 但是呢 它要從這裡面去 大幅度的獲利 我想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好 我想這個現在一個就是說 台灣現在最債膚的 我們看到兩塊 一個半導體一個面板 那過去在面板 其實那個三星AM OLED 已經把我們氣媒電友達 包括股價或它的這個獲利 他們都虧了兩三年都很慘 現在剛剛你講的面板這一塊 另外一個大概就在半導體 半導體這個從去年開始我看到 Apple已經一直要去三星化 所以現在台積電快馬加邊 在這個A7的那個處理器 現在包括28奈米 現在它不斷在擴敞 所以我們如果先從這個 我們講台灣的兩兆產業來講 一個面板一個在半導體這一塊 現在三星我們面對它 到底我們有多大可乘之機 半導體基本上分成兩塊 一種是記憶體一種是非記憶體 記憶體的部分有Netflix 我們D-Ray就輸了 D-Ray我們也算了 這兩個部分三星大概都佔了 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幾 所以李建希李董事長 他在上一次14奈米的工廠動工 破土動工要開始興建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在不久的未來 三星的記憶體即將佔有全世界一半 當我們佔有一半的時候 我們就會被控訴我們有壟斷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選擇 我們必須往系統IC 晶圓代工IC設計這些領域去發展 要不然我們將來不會有成長空間 他這句話這些評論是對的 那回過頭來 三星過去在IC設計上面是不是成功的 除了接到了Apple這個訂單之外 這個訂單可能是讓它學到很多 但是三星有它的企業文化 三星要在IC設計上面要大幅度的突破 我認為還是很困難 那如果到2014年以後 Apple的A7的訂單開始掉了 它沒有這個A7訂單 它只有一種解決方案 就是它的capacity 它的產能 它就必須挪到它自己擁有的 那個市場需求上面去 像市場剛才也提到說 三星的智慧型手機佔的全世界大概30% 換句話說它的應用的處理器 它自己也有決策權 我可以佔全世界30% 我自己養一條線 它也可能 答案聽起來是這樣 但事實上不可能 為什麼呢 三星的手機是積海戰術 所以三星有很多種不同的手機 每一種不同的手機用的是 處理器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High End 有Low End 所以你不可能說我這個場 High End 也行 Low End 也行 如果你全部要做 你就會發現高通 Broadcom 聯發科都會找它當對手 Intel會找它當對手 Google會找它當對手 所以三星會面臨四面楚歌的問題 所以它一定必須放出一些訂單 它不可能全部自己做 不只是它的能力做不到 它在全世界的佈局跟戰略上面 它也必須要考慮 它不能自由自己做 它必須跟大家合作 所以我還是回到一句話老話 其實這種事先講的話是有道理的 他說台灣是王道 韓國是霸道 霸道有霸道的好處 就是說我角色很快 我的系統整合 垂直整合 我的競爭力很快就會Pick up起來 就會很快拉起來 但是王道就是說 我不是你對手 但是我跟全世界可以合作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Depends 在不同的時段都有不同的優劣事 短期間之內當然三星比較強 但是長期來講 你不見得台灣會吃虧 我們看到這個 現在就說Android的系統 現在三星這一塊是最大的 所以最近Google也在檢討 它就一直放大以後 它等於這塊Android的平台 它變成是可以 盧控大局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智慧型手機的部分 現階段 黑煤機 Nokia 都被三星打得漏花流水 那去年第四季開始 我們現在看Apple 好像它的成長已經到頂了 所以當三星把所有的對手都打倒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HTC其實也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這個手機它有已經 我看這個產業變成說 剩下大陸那個低價智慧型手機 白牌手機在那邊動以外 好像整個成長的動能都在減退 那這一塊三星到底未來 它如何面對這樣的一個新的局面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議題 社長剛才提到說 三星在Android這個部分 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的確是 像去年6億9百萬台的全世界的 對不起 去年是6億8千6百多萬台 這個部分Android有多少 Android的部分6億多一點 6億多一點裡面三星佔了35% 所以它的確是第一大品牌 在Android這個環境裡面它第一大品牌 但是您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現在今天才結束的MWC 巴塞隆奈那個手機大展 大家展的是什麼產品 第一個大家都在注意開發新興國家的市場 第二個在開發什麼跨界的產品 跨界產品有很多種 譬如說我們華碩現在平凡 華碩非常棒 電話 華碩應該得到台灣人的讚美 它的確是幫台灣在很多地方 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改變 那我現在回來就講說 所謂跨界 您知道嗎 這一次的展覽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車用的LTE的系統 就是將來車子裡面 一定都會有智慧型手機的系統 就是說我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機做更多 包括維修 安全監控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從2014年年底開始 各位知道通用汽車 奧迪 這些公司新出的車子都會有LTE的平台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發現 當我們是一個創造Content 創造內容的公司的話 我如何把這些東西將來也能夠放到汽車 因為人在汽車上面的時間其實也蠻長的 所以類似這些環境都會讓我們覺得說 開始我們必須從過去傳統PC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開始跳到手機 跳到跨界之間的整合 所以最近還有一個熱門議題 就是三星跟Intel合作在做新的OS 這個OS會不會被大家認同 當然三星在很努力 但是這個對亞洲國家的公司來講 是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的確跨系統 因為你要跟過去要相容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環境條件 亞洲人的說話的聲音還是相對比較小 是 好 我想你剛剛講到這個MWC 我們看到幾個重點就是 都核心的處理新機 大尺寸的平板手機 再來高解析度的觸控的螢幕 然後NFC的電子錢包 4G的LTE 這是今年可能是很重要一個題目 我們如果從這次MWC的展覽 大致上我們從巴賽諾納這次 給大家 給台灣的企業 台灣的廠商 我們到底對未來這樣追溯的展示會 我們可能要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布局 首先軟實力 軟實力的增強不能再只是說說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台灣的公司在參與軟實力競爭的時候 不要先想到我要把產品賣給你 對 因為你的頂面 你的需求在哪裡都搞不清楚 是 現在在台灣辦研討會的時候 我常常有時候坐在底下看 每個人都想辦法把他的解決方案賣給你 對 但是市場在哪裡不知道 對 比如說我以前講過很多次 請問一下 台灣的二十幾個縣市 每一年IT的預算 佔它總預算的比例是多少 多少 沒有人知道 對 我們的銀行 譬如說十大公股銀行 或者是幾大迷你銀行 他願不願意公布他每一年IT的預算 我們根本不知道 舉例來講就是說 smart banking 智慧型的手機在銀行體系的應用 韓國的用戶早已經超過2000萬人了 請問一下金和兄或者我 我們真的用過手機處理我們的銀行帳戶戶的東西嗎 韓國已經完全做到了 對 這個時候它的應用的觀念 它不是只有廠商應用的觀念比我們好 一般的消費者包括您跟我的小孩 對 下一代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他們在使用手機上面的觀念都比台灣人進步 對 他當然可以對政府 或者對於整個社會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韓國現在領先我們的是在 整個社會的應用氛圍跟觀念上面 所以回來就是說 我也呼籲政府 不要再只是去想像 某一種技術專家的人 可以去帶領那個產業 對 技術跟應用 或者產業的發展是兩件事情 大家落差太大了 那韓國這個部分 是真的比我們好很多 還有那個媒體本身扮演的角色 韓國也扮演得很好 最後我當然很關注的 就是這一次HTC 其實它還在蝴蝶機 不斷在掙扎 希望能夠開創過去的一個榮景 機會大不大 我們不好意思說它不大 但是真的要很努力struggle 就是要一個奮鬥的過程 台灣 其實我們必須思考一下 我們的文化的問題 像以前我們兩個可能都會看籃球 看棒球 為什麼上半場領先下半場就輸了 所以台灣人的韌性 面對問題的韌性 重新面對挑戰的能力 企圖心要被調動起來 所以我也不希望看到說 宏達電 如果你不在台灣改善你的應用環境 你的經理人不會知道 應用環境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那老百姓對你沒有感覺 對你也沒有感情 那它當從一般的社會大眾 進到你的公司當員工的時候 它會變好員工嗎 很難 所以台灣如果要有一個紅達電 要有一個華碩紅機這樣的品牌 它必須從老百姓的基礎教育 都要告訴他們說應用很重要 軟實力很重要 不要只是為了降低成本 像現在我們在談台電 台電一度電可能2.94元一度 那您覺得貴還是便宜 我們已經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我沒有說我贊成核四或反對核四 我只是說我們的電 已經是全世界最便宜 但它有引擎的成本 引擎的成本可能3到4塊 你願不願付 那我們要開始思考 當我們要投票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 昨天我父母親問我這個問題 你支持核四還是反核四 我說我不告訴你 我是哪一個答案 但是我就說 我們先把背景條件討論清楚 我們到底要需要哪些問題 那政府要不要用功一點 把我們的體系制度建立起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做對比 把韓國拿來比 也沒有人來問我說 韓國電力公司怎麼運作 我跟您說 全世界電力公司的結構 最像台電的就是韓國電力公司 為什麼 它跟我們一樣都虧了一千多億 還是多少錢 虧了很多錢 第二個它跟我們一樣 他們也沒石油 他們也沒有煤炭 他們沒有天然氣 他們都要進口 產業結構又像 你不能拿韓國比拿誰來比 但是您知道嗎 台灣的那個汽油 九五五千 我們一公升多少錢 大概三十六塊吧 三十六 您知道韓國多少 正好我在韓國旅行的時候 我弟弟發一個mail給我 給我 他說又有漲價了 我說你知道嗎 我剛看到 韓國我折算一下是五十八塊 九五五千的 那韓國它必須付出誰的 第二個 韓國土地比我們大 大家不要忘記 台灣很小 所以台灣雖然是長途跋涉 我們的成本 機會成本 社會成本還是低於韓國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開始接受 我們的電力要漲 我們的油費要漲 台電跟中油改善效率 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講的是說 我們可能要面對 高燃料成本 高社會成本的問題 你不創造高附加價值 你永遠沒有入走 這是大概 我想我們今天 就以這個來做 我們今天的最後的Ending 我想我們每一次在很關鍵的時候 都請到黃社長 其實未來我們還有很多的議題 還跟黃社長來請教 今天我們這個單元就先進行到這裡 等一下回來我們請王七義 來告訴大家 下禮拜的投資策略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